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现场邀请到 吴兄姐 吴律师 吴律师您好 Kathy好 观众们好 吴律师 我们知道美国的连锁药店 Ryan A 他最近准备要申请破产 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解决 因为他们在药房里面出售 这个鸦片类药物 就是Axincardine所面临的大规模的诉讼 那么Ryan A 他目前可能申请的破产类型 是Chapter 11还是Chapter 7 11章 十一章叫债务重整 英文叫Reorganization 对 就是说它是要继续做生意的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一个 我们等会可以详细来解释 Chapter 7就不能继续做生意了 对 7的话叫Liquidation 清盘的形式 那就这个公司就不能再做生意了 就要停掉了这样 像我们华人很多的这种小公司的话 它要做破产的话 他们就会采取这个第7章 Chapter 7 而很少很少他们能做得起这个11章了 因为它要重整 费用很高 对 据我得到的消息就是Ryan A 他们现在如果做Chapter 11的话 他们是有个律师团队 整个律师楼 对 在帮他们做的 好 那我们来了解就是说 好 他是Chapter 11的破产的话 那么就是像吴律师你刚刚讲 他是有债务重整的计划 然后他们也想要如何来处理债务 那么透过Chapter 11他们可以怎么样处理债务呢 总的来说 他就这样做一个还款计划 就要看他的资产和他的欠债了 所以他现在他是这样的 那实际从他的Balance Sheet 就是这个财务报表上面来说 那他现在来说呢 他的资产大概有75个亿 其实 但是呢 他的实际的欠债 能看着建议欠债才有33个亿 所以他现在来说 他严格来说 他不是这种资不抵债的情况 但是呢 他这里面呢 他还有超过1000个的官司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这个官司到底会是欠多少钱 这就不知道 你说1000多个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呢就是 而且这么多官司 那你都要去打嘛 那这个会很费金很费钱 那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想说做一个还款 做一个计划的时候呢 来还这个钱 当然他的还款计划呢 要还到 upped到他的资产就75个亿 好吧 那他现在已经欠了这33个亿 那可能有一些优先的啦 有抵押的 对不对 或者他们就有优先 有些没有抵押的话呢 就跟官司一样 对吧 那33那我们75再减33 那还有42个亿 那就这个官司 你1000多个官司 反正他就说 OK 就算是 还他们最多就42个亿了 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的话呢 他要做这么一个还款计划 OK 那如果他不是资不抵债的情况 那他就还掉那33亿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申请Chopter 11 官司呢 官司怎么还呢 那是 当然你要说 那我都跟他们和解 行啊 你1000多个人 和解 那有人多 有人少嘛 所以他就会 帮我诉讼联邦 现在是要告他说 你在知情的情况之下 你卖这个Axia Carden 就是 对 这个是联邦的司法部了 Department of Justice 当然他们司法部可以以形式来起诉 但是他们现在 只是民事上来告他 那基本上你这个政府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要告你的话 你基本上你就会输了 那政府那块会是赔多少钱 不知道 那还有这么多私营的 那1000多个的这种官司呢 是多少钱 不知道 所以他就想说 我不要去打这多么多官司了 行 我就拿出这个钱来 我做一个计划 对不对 反正我的资产就75个亿嘛 反正我所有的 反正我就还75个亿最多了 那剩下的钱你们就去分嘛 他就等于 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官司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一样 对 那所以说他走这个Chapter 11 对他们公司来说 现在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对 你这么多官司来说 那你可能要应付不过来的话 当然这是一个考量了 那他当然这个 把这个官司这么合成一个 那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之一 那但是同时他可能 还会有考虑受伸 受伸呢就是说他现在很多店 他全美国大概好像2000多个吧 对对对 非常多的店 他想有一些不赚钱不好的店的话呢 就退掉他 那他都是租的嘛 那他签的租月没到期 怎么办 是 他也可以做一个方法 就是说跟每个房东去跟他谈 但是那你这么 比如说我不知道他要多少 来西威有1000个店 我不要了 那你跟1000个房东去谈 有些愿意 有些不愿意啊 所以他做过产的话 那在破产的时候 他作为破产申请人Y.A.的话 他自己的 是他的选择 他可以选择不要 叫avoid掉这些租月 就不要就好了 房东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说他想要留 房东也不能说我不给你的 因为破产了 那所以完全是他的选择 所以他可以把它收成 把它租月废掉 而且的话租月废掉的同时 通常的话可能你提前解约嘛 的话你可能会欠房东钱 那我估计他可能这么大的公司 之前就可能不会欠了 每个月再付了 但是因为租月没到期嘛 对吧 像我们加州的话 你租月没到期 来谁 你欠了10年的租月 你这个地方才用了3年 你还有7年 那你搬走的话 你剩下来7年都要付租金了 除非这期间租出去给别人了 租出去以后 如果还有差额的话 你还得要付 一直付到这个租期倒计的时候 那是很多钱 对吧 你看YA的店都很大的 而且会比较好的location 所以的话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个做法就非常像当年的Kmark 它的Kmark也是 也很大 Kmark原来是美国最大的VTL 对不对 当然它也有2000多个 后面瘦身瘦到800个 那它就有1000多个店 就通过破产 也是11张的破产 把它租月废掉了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 Kmark做破产以后 少了很多店 那我们也会看到很有可能 将来Right A的话 也会少了很多的店 吴律师 我们最近做有关于破产法的 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现在很多大企业 他们都会透过破产法来逃避这个诉讼 对 那如果你今天如果说 像举个例 Right A的话 那它的罪名真的属实 他就申请破产 那他就可以逃避掉这个法律责任 Well 怎么说呢 他们是试图来说把它 利用错 破产是一个叫破产保护 英文叫 所以我们华人喜欢叫申请 比较卑微的一种说法 那其实英文来说 是Bankruptcy Protection OK 就是一个保护 所以你做破产的话 能去保护你 而不是保护你的债主 这个意思 那对于 比如说像Right A的情况 如果他不做破产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官司是多少钱 如果说这个官司合起来 就100个亿来说 对不对 那他没办法 他资产才75个亿 对吧 另外的欠债还有33个亿 那你总共133亿 没办法 对 那他又想做生意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做下去 他这个的话就把他的欠债也受成了 对受成就OK 就75个亿了 的时候 而且又不用再打这个官司了 那他就可以继续做生意 可以继续生存 对啊 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 美国是保护牢房 比较不照顾资方 但是你看那个破产法的话 其实他是还是蛮照顾资本家的 对像这种你Chapter 11这种来说 对啊就是申请人嘛 那通常都是大公司 对 但是你要Chapter 7的话 那个第七章的破产 那很多这都是消费者的多 虽然公司也可以做 公司做第七章的比较偏少 还是个人的多 都那很多啊 那每年都有100多万啊 每个人去申请个人的破产 你欠的这个钱 不管你欠十万八万也好 几十万也好 信用卡债啊什么 赌债医疗费啊这些 甚至个人的官司啊什么这些 都会清掉 也保护 这个破产法 都保护保护个人 也保护这种大企业 我在看Rite A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有在想 就是说 其实Rite A现在 他用Chapter 11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是合法的嘛 对不对 对 Bankruptcy law 这个是联邦的法律 那肯定是合法的 对 他是走合法途径 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这无可厚非 但是我想过就是说 他当初如果不卖这个 Axia cotton 鸦片类的管制药的话 他不是现在就可以 逃过这些很多lawson 那你不觉得 这个美国法律 根本上他就是有漏洞了 因为你让他卖 然后他卖了之后 你先要用他卖的东西来告他 那以后谁敢卖这些药呢 他这个东西是这样 你看Rite Aid卖很多药嘛 他本身是主要是药房 再加上还有communion store 对吧 里面乱七八糟 什么东西牙膏 什么都都有 那当然他卖药的时候 就不单单是这种止痛药了 或者是一个牌子还有别的 那现在主要出问题的 就是说对那个政府也好 或者这些个人 反正原告这一块呢 就提出来说 说你Rite Aid的话呢 明知道这些药 他们不符合法律的要求 就不应该卖出去给他们 而你还继续去卖 说的是这个 而不是说你就去卖这种药的问题 好 就这个问题来了 谁来决定说 这个Rite Aid就明知道这个东西 能卖不能卖呢 因为这些都是厨房的药啊 那医生对不对 有开的药来 那药房看到医生的药 是不是医生说OK了 那他就去卖啊 那现在如果他是都有处方的话 那他都卖出去 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证明说 他明知道这个东西不符合规定 那你也说 那些医生也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吗 各个都把他揪出来吗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他没有医生的处方 他们就这样卖出去了 那这个你可以说是乱卖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争论的焦点 但问题是这么多个官司 各个都这样提出来 因为人就很奇怪的 他们像有些个人 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东西 你药店 就这么大的药店 你应该知道这个药对我不好 你应该去不要卖给我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说那药店他会说 你有 你去看医生了 你还叫医生 可能还要求医生 求医生给你看的药 医生说OK 觉得OK了 开一个药 你有这个处方来 prescription 那我给你 我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这个的话 就没完没了的这个争论 那问题你一千多个 每个都这样争 你得费多少时间 打多少年的官司 对不对 所以还不如申请 对 他就说我不跟你扯了 我就说一个破产 我们都合在一起 我不管你这个官司 对不对 在加州 在纽约 在哪里 或者说你在州的法院 或者联邦的法院 我破产的时候 你把所有东西全部集合在 我现在做申请破产的 这一个破产法庭来 一次搞定 就是这意思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广告以后回来 我们再请武律师 跟我们深入剖析 Rite Aid这个申请破产的 案子的内容 广告号见 欢迎回到天圆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现场要请到的是民事法的律师 吴雄杰 吴律师 吴律师您好 吴律师那我们上半场提到 就是全美知名的联锁药店 Rite Aid 他准备要申请Chapter 11的破产 是的 那他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要资产重组 那么之所以要资产重组 是因为他要逃避 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 大规模的诉讼 为什么会有这个诉讼 就是因为这个药房 他前几年涉嫌卖了 这个鸦片类的药物 叫做Oxycodone 然后现在这个Oxycodone 被证明 他是能够让人家成瘾的 所以呢 就有点像联作法这样子 药厂呢也被起诉了 然后现在药房也要被起诉 那Rite Aid就想说 OK 那我File Chapter 11 那我现在想要请教 吴律师就是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记得CVS跟其他的一些知名的连锁药丁 也都有在卖这个Oxycodone 是 为什么他们没事呢 那如果你就是 你可以说是他比较倒霉啊 被人家找到了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反正你说其他的像CVS Walgene这么大的 甚至小到说可能一些街边的一个小药房 他们都可能有卖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 那不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哪天 他也会被人家告的 这种可能性也是在的 反正你现在的话 YH被人家告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说他的情况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呢 就像刚才说过 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处方药明明 你看到不对劲 他们还是硬卖出去 或者甚至连处方药都没有了 还去卖的这种情况 所以那你这个的话 那你跟其他的 Walgene CPS 那些不一样 如果人家是真真正正按照这个来 看了对 就有医生的处方 都有严格都看过 没问题了再卖出去 那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OK 另外我还想知道就是说 其实Raid在试图要申请Chapter 11之前 他也有试图去跟 Walgene和Albeson 这些大的药房联系 对几年前 对想要说 那要不然你们来买我 或是跟我合并 那这些药房都拒绝 为什么他们拒绝当监盘侠 他当年呢 就是说他曾经有 大概18年的时候 跟这个Walgene试图过 被Walgene买过去加 那结果呢 后边呢他们就担心呢 还是因为已经有一些人来反对 说怕他们会不会就说 变成一种垄断了 你在美国 Antitrust 那为什么垄断 因为他们都是要房 主要的生意嘛 那合并会不会垄断了 怎么 所以呢 后边呢他们就没有 没有合并 没有把Raid-A合并进去 而是呢 是买了Raid-A的一些的店 买了一些门店 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呢 后边呢他们又试图 跟这个Alberson Alberson也是啊 好像前三名都吧 美国的这个 就卖一般的 超 Supermarket嘛 对不对 那当时想 买过去的 那后边的话呢 因为Raid-A的那边的股东 接着划不来啊 但你出的价钱太低了 所以呢他们就投票反对 就没有卖成 当你现在看起来 你的公司都破产了 可能是 我当年卖掉 可能是对了 那东西没有 可以回头的了 对 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现在是这个 吃后悔药都来不及了 对对 那至于说它破产以后 会不会又重新 又找买家什么 这也有这种可能性 对不对 就是你资产重组之后 potential buyer 觉得说 也有可能啊 就像我们 早几期说的 那个不是银行吗 对不对 或者那个银行破产了以后 有另外的大的银行 就把它给买过去吗 吞并过去了吗 对对对 也有这种可能性 那当然那个 可能更有 更大的可能是 Right A他自己破产以后 他去瘦身了以后 对不对 包括我们说这些债务 就限到他的资产 对不对 75个亿了 然后有一些不赚钱的店弄掉了 然后可能在管理层那里面 再做一些调整 或者货啊 什么调整一下 你知道他现在货的那个店 你要有兴趣看的话 他也其实经营得很不好了 你说太傲了 太慢了 先不说他没有跟得上 也说现在都往上买什么 就算一般的店来说 好像有时候很空空的架子 你买什么好像他没什么 所以这种里面 他也得要改善一下 但这么大的公司 这种百年老店来说 他稍微调整一下的话 又大很多的location 你知道美国人们很习惯吗 我习惯了去那边 去买一个bandit 对不对 我习惯那边去买一个牙膏 但他还是会去的 应该对客户来说 没有太多的担忧 甚至很多客户可能 连他是不是做破产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可能是说 对不对 我们知道了一个星期了 我们才跟大家来分享 那很多消费者不知道的 对不对 有多少人知道SaaS做破产呢 SaaS不是还在开着门 这种卖东西吗 有多少人坐飞机 知道原来Delta 这已经做过破产了 或者说可以吗 做破产 是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问我该怎么着 还怎么着 该坐飞机我去坐 该去那边买的东西 我还去买 所以你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如果 去ride-end买东西的话 他们不管是不是 在申请破产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我们还是 这个日常的互动还是一样 那你一般的人 如果不影响他的话 他还是会去的 对吧 你做破产呢 他的东西也没有说 因为这样卖贵了 对不对 而且还有可能大水卖 对 可能 他一看 还有可能 对 还有可能 对 还有大水卖 像那个Bad Bath & Beyond 对不对 也说要做破产 也说大水卖 他很划算 哎呦 我赶快去抢一点 什么之类的 抢完了之后 后面可能价格就更好了 对不对 反正很方便 拐一个脚 什么样就有了 消费者嘛 小市民应该他觉得OK吧 那我买到我的东西 也没有买贵 我就继续去 我管他有没有破产 对 一般人是这样想 对 还有就是说 我们知道很多大公司 他申请破产 他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在 他需要承担的责任上面 能够有一个Hard Cap 就是一个上限 对 你知道 那个伊利诺尔伊大学的法学教授 他也是专门在研究破产法的 是的 他就是 他就讲 他说破产申请 对Rite Aid来说 他的总责任承担额度 其实是一个 可以设置一个很严格的上限 而且他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也知道 也可以感觉出来 Rite Aid非常积极 在利用这个破产法 来为他们的责任 设置一个上限 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 但是它好像变成是一种风潮 我们最近都谈论很多大公司 对 他们都利用破产保护 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对 刚刚上次我们也提到过 Padoo 对不对 他也做破产 但是 他就是申请Axicon 对 正好他去生产这个药 对不对 而且他的药可能就卖到Rite Aid 所以他们有冠冕 那他的破产的话 就被美国最高法院给停掉了 他本来说他做破产了 然后因为破产 利用破产的时候 就跟这些人 他也是很多官司 就是说跟他们和解了什么什么的 我忘了多少钱了 不知道有个亿了 然后最高法院里面觉得说 你不能这样弄 觉得说你很多资产 你没到破产的边缘 还怎么样 所以就没有批准他 那另外的 像Johnson & Johnson 第二次 现在可能也一两年了 他也做破产 那Johnson & Johnson更有意思 他不是他自己做破产 他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下面 然后做他的子公司来做破产 然后他母公司 装債人装債人 给了一笔钱到子公司这边 以后子公司说 那我来承担所有的欠债 官司 让我来做 这个就明显的想 规避这个破产 你要不要去装債人装債人去做 OK 那他有很多资产 他要做也付百分之百的 所以他没占什么便宜 就是 装債人装債人 也跟他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官司的钱加起来 和他的欠債都还没有超过他的资产 你像这个Right A的那不一样 那官司看值多少钱 对不对 因为你看75万减了33万 现在就 75亿 这叫42亿 42亿 那如果这些官司的价格 超过42个亿的话 他就划算了 比如说84个亿来说 所以那些官司变成他只付一半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装債人装債人装債人 法院也没有批给他 觉得他们是有点滥用破产的 但是这个很奇怪 就过去这几年 尤其疫情以后 变成一种风潮了 他们就想到一些招来 怎么样 就是说可以规避到一些的债务 还有主要就是规避一些官司 什么的 你知道这个疫情之后 我学到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们以前中国人不是很怕 就是说借钱 从小父母就叫你说 不要跟人家借钱 借钱不是个好事 可是因为疫情很多时间在家里 我看了很多网络的节目 他们就有讲到说 像什么这个Jeff Bezos 或是这个Elon Marks 他们都不用自己的钱 他们都是用这个资产去抵押 然后借钱 所以他可以避免缴税 那您刚刚提到 现在这个大公司 他们都习惯就是申请破产 以前我们觉得说 一个公司申请破产 那真的是很丢的事 事实上 我觉得这几期 跟你做节目下来 破产其实不是个坏事 他每破一次产 就把一些欠债清掉 你像包括Trump Trump的话 他的很多公司 他做了不止一次破产 他的公司越破产 他的钱越多 所以就是整个颠覆了 这个我以前对于不管是借债 或者是破产的一些固有的观念 所以你看这个 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大企业 他们要利用破产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还有另外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 武律师 就是Rain A的债权人 他们的股东有哪些权益呢 那就是股东 包括一些公司 可能借钱给他的 什么capital公司 之类的 对吧 那个人的话就像原告 什么这些了 他们的权益呢 就是说如果他真要去 发了这个破产以后 那他会有一个 叫creditors committee 就是说债主的一个会 那当然那个是最大的 那20个 变成代表其他的债主 你小市民一个官司 你可能代表不了了 那可能人家有很多的 大财团的什么 然后呢 就来做帮 就等于代表所有的 这些债主 来做决定的一个东西 那他们的权利就在 那就看着吧 看着OK 那你Rain A做破产的时候 你现在看你报上去的东西 是不是少报了 你说你去年的财报说 有75个亿 你现在报上去看 你要是报上去 你现在只有50个亿 那另外25个亿去哪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现在说 你有90个亿 他们很高兴啊 OK 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欠债的东西 他们也看 你有没有把我的写上去啊 别漏了我啊 你漏了我到时候 你分钱就分不到给我啊 或者说 你这个还款计划 对不对 合不合理啊 你说要 当然这个法律说 最常可以分5年来还 但是他说 你不需要5年吧 你2年就可以搞定了 你干嘛要弄个5年的计划给我 就是他们可以来反对了 来说 因为他会有一个叫 还款计划呢 叫payment plan 那通常破产 滴上去以后 几个月了 可能要半年了 或什么样的时间 他们这弄上去 弄上去的话呢 你这个债主呢 可以来投票 但他们有选择签 我不同意 那不同意 他可能的破产没法过 就这样子 那除非拿来你答应 我什么条件嘛 就有点 对啊 就在那边来 来搞事也好 或者说来 跟这个YA这边 来抗衡一下了 他都 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保护了 然后他OK 那我同意你这个还款计划 那你的破产就过 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吴律师 那么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